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 我是栗子 又是起得笔记早的一天 好在呢 今天不用搬砖 五四青年节 跟朋友约了个morning drive 那今天要开的车呢 就是我最爱的 奥迪RS6 Advant Performance 我这个角度看你这轮轨挺帅的 这边是我朋友的GTI 这个是老演员了 这台车马上又要升级了 LSD已经到了 到时候给大家拍节目 对于我来说 在暂时不属于我的车里面 我开过最久的 最了解的 也是分享过最多的 就是奥迪RS6 那这一代 RS6 也应该是最后一代 用V8发动机的RS6车型了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奥迪发布了 RS6 Avant GT 那台车其实会有一些 要泄目的感觉 一个终极版的 史上最强的这么一个版本 然后那辆车呢 也是非常破天荒的 提供了一个原厂的 脚牙避震器 这件事情我觉得 对于奥迪 对于RS来说是 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决定 那大家如果想看 RS6 GT的节目的话呢 就多多点赞这一期 我努力去争取机会 如果你是从上海 杭州方向来四名山 那把导航设置到 红色凉弄展览馆 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大牌坊 从这里进入 就可以开始你的四名山之旅了 大雨天加上早起 原来九台车的morning drive 最终只到了四台车 那只能说我们四个人 已经是真够大的 其实雨天的四名山很漂亮 时而通透 时而大雾 充满未知 这就会非常有趣 雨天跑山路 还是有很特别的感觉的 通常我们拍节目 不会在雨天来选择这里 但是今天是一个morning drive 其实今天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开车 就一直开车 开累了喝咖啡吃个饭 然后再接着开 就在这种情况下面 其实遇到湿地 然后一会儿阴 一会儿雨 一会儿大雨 那个感觉具体是蛮不错的 就好像在 解锁不同的场景的那种感觉 经常会有网友问我 四名山的跑山攻略 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可以找到 四名山观景台 和四名大桥 这两个定位点 两点之间的主路上 有非常漂亮 且风格不同的山路 你会遇到一些 当地土著摆的路边摊 和咖啡车 所以不用担心饿着 路边也有非常多的停车带 开一段 停一下 拍拍照 对了 如果你是结伴而来的 最好带个对讲机 这样路上也不会无聊 那风向完山路 我们还是来聊聊 今天开的这台 奥迪RS6 Avant Performance 其实这台车去年的夏天 我在旧金山试驾过 然后那期节目 其实我也讲得非常的完整了 关于那辆车的变化 外观的内在的 然后它开起来的感觉 包括跟普通版的RS6的差别 应该全都讲了 我觉得RS6它本身不是一个 完全操控向定位的一个高性能车 它是一个非常兼顾日常巡航的这么一个 Grand Tour的感觉的一个车型 但这一代的RS6或者这一台RS6的Performance 其实是历史上 我觉得当然是性能最强的 这个是不用说的 另外就是它是操控最好的 相对来说最灵活的一代RS6的车子 特别像今天在湿地 这边有一个RS按钮 可以关联到RS1跟RS2 那么在RS2里面它会多一下 除了驾驶悬挂转向发动机声音 跟Quattro的运动差速器之外 它还有一个ESC 你可以直接绑定到ESC运动的状态 所以当你这边一键激活RS2 就整个车会变得很亢奋 然后能够多给你一点自主权的感觉 你看就在这个地方有个掉头弯 如果我想要一些 它的车屁股就能够有一个很舒服的滑动给到你 就当你开辆四驱车去有些滑动的时候 就那种内心的可控感跟安全感 其实跟后驱车还是会不太一样的 那这台Performance版本呢 它其实是选装了DRC的动态悬挂 那它是一套液压控制的偏性能导向的悬挂 然后四条减程器都是螺旋弹簧的 它会更加的直接和硬核的一些 它整个高度呢 会比空旋要低了4毫米 然后它整体来说舒适性变弱 运动性变强 当我们在日常烂路的时候 它的反馈会有点多有点扰人 但是在山路里面我觉得就是 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 就刚才我朋友开我这辆车 它一个911车主 它也惊叹于 它这辆车的悬挂做的太棒了 它就是一个能够兼顾一点舒适 然后又非常Q弹有韧性的感觉 这台车应该有2.2分钟的样子 但这道悬挂是完全能够把它吃住 这条山路也真的非常的棒 非常开阔 有眉毛弯 有大直线 然后也有这种掉头弯 所以当我们去体验一辆车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这辆车在不同的路况下面 它给你的一些反馈 我觉得在山路里面 弯道显然要比直道更有意思 发动机的出力非常棒 630马力850牛米相较于普通版 多了30马力 多了50牛米的输出 其实对于这台4.0Ti来说 并没有说压榨到不行了 就奥迪通常也不会去做太夸张的数据 也不会用太极端的压缩笔 因为奥迪的发动机 它始终要保留足够好的升级的潜力 那其实改装厂像MTM 也给这台发动机做过1001匹马力的案例 所以600多匹对于它来说 就是一个舒适区间的一个发力感觉 但是这台车有一个槽点就是它的声浪 当然跟GPF什么有关系 其实Performance版本它是有做了一些减重的 我记得全车减了大概7公斤的隔音材料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声音能够传递到车内 而事实上这台国内版本的法规要求后的RS6Performance 在声音上面确实是安静了一些 我还是非常怀念C7的RS6的那个声音的 就是那个车的声音会让你很意外 就是一台瓦罐竟然可以有这样的声音 这车是改过的吗 但并没有 它就是一个完全原装的排气 而且据我所知 但是韩寒据说他也收了一台C7的RS6 而他给出的理由就是他更喜欢C7代的声浪 那个声浪真的非常的棒 哇 现在就是刚刚还是非常的开阔的 但现在就是在迷雾里面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四名山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你不确定下一个弯过后是什么样的场景 放慢速度 然后慢慢享受 让这台性能车 变回一台很居家的奥迪A6瓦罐 然后穿行在山路上 哦 这感觉其实也很棒 那老观众都知道 我的四名山跑山之旅 流水的车子 铁打的吃鸡 经常有观众会问我定位在哪里 来吧 看这里 这也是观景台和四名大桥之间的必经点 龙江乐旁边也有停车点 所以非常的方便 跑山车距 对于车迷来说 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是还是要说 安全第一 量力而行 开着爱车 约几个好友 你会在四名山 度过让你难忘的一天 这也是江浙户最美的山路之一 我经常在四名山会遇到车友 希望有一天 也能够和你相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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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